但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很多开放的唐朝人都喜欢穿胡服吃胡食 为什么李世民看见太子穿突厥服饰 会如此气愤和反常呢 原来突厥一直是唐朝的心腹大患 他位于长安城的西北部 早在李世民即位之初 东突厥首领杰利克汗一听到唐朝地位更替的消息 便立刻率领十余万大军进犯关中 主力部队直达长安城外四十多里的渭水汴桥北岸 一时间京城震动 长安戒备森严 为了对唐朝进行军事讹诈 突厥的杰利克汗派心腹直师私立 一人单进进入长安 要武扬威索要财物 直师私立嚣张地对唐太宗说 我可汗率逼百万 列阵为水北岸 千里而来 总不会空手而归吧 唐太宗十分气愤 本来想把直师私立处以集行 可想到现在自己刚刚登记 国力尚未稳固 最后唐太宗只好选择妥协求和 任由杰利可汗 带走大量的金箔财物 返回了态度 但对身心百战 战无不克的李世民来说 不战而求和 无疑是巨大的耻辱 虽然自己没有费一兵一马 没有增加百姓的兵役之苦 但是这场胜利是牺牲了大量财物换来的 所以唐太宗把汴桥之盟称为汴桥之耻 因此唐太宗对太子是大失所望 怒不可遏 这也是唐太宗第一次狠狠地责骂了太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